大家好,歡迎收看EXA安性僱員福利服務、業務及健康策劃主辦的網絡研討會 健康同步呈現,職場心理,克服職業捐台,從實深深平衡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同時都是Good Peoples一間Wellness Studio的創辦人Christina 大家好 早前,EXA安性公布的EXA安性心理健康研究發現 其實大多數香港在職人士深深受到很大的工作壓力、心理健康問題 那麼差不多一半的受訪者都表示其實是感到工作過勞 甚至是去到Job Burnout 那麼數字更加比去年的已經是加升了,差不多一倍,超過一倍 但是呢,就只有16%的受訪者是會去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那麼這個情況呢,就當然令人很擔憂了 那麼首先講一下今年的研究吧 今年的研究呢,其實在2023年11月15日至12月11日的期間 分別在歐洲、美洲和亞洲16個地區 一共有16000名年齡介乎18至75歲的受訪者 就透過線上問卷或者線上的訪談就參加這個調查 在香港呢,就總共有769個受訪者 年齡介乎18歲以上就參加這個研究的 那麼,作為上班的打工仔 其實有時遇到工作量太大壓力太大 那麼當然很想take a break 那麼原來在香港,很多工作過勞的職業人士呢 都有同一個傾向的 有48%的受訪者就會因為心理健康的因素而請病假 有41%的就可能會盡量在家裡工作 work from home 避免跟同事接觸 還有38%是會要求公司內部調職 轉去另一個部門的 還有35%的人呢 是會有計劃去離職的 那麼其實以上呢 跟我們講到其實 香港的職業人士呢 受的壓力是真的很不輕的 那麼我相信大家觀眾呢 都很想希望了解多些關於職業捐台 以及究竟如何去分辨這件事呢 僱主又如何可以幫助支援僱員的心理健康 甚至自己又如何可以舒緩壓力呢 那麼很高興今天可以邀請到神科專科醫生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學院的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姚永鏗醫生 那麼他今天會跟我們講解一下 多些關於job burnout工作過勞的現象 幫助大家了解多些 其實怎樣可以應付這件事呢 那麼首先歡迎Dr.Yu Hello大家好 我是精神科專科醫生姚永鏗醫生 今天的任務呢 主要希望剛剛吃飽飯 大家不要睡著就最開心了 那麼我們聊天之前呢 就首先提提大家 其實你的螢幕前呢 右手邊有個Q&A box 如果晚一點你在聽我們的talk的時候 覺得有些東西想問呢 那麼其實你可以打些問題進去 那麼晚一點我們的問答環節時候呢 Dr.Yu就會幫你們解答這些問題的 那麼再提一提大家 Q&A box裡面呢 都有一個問卷調查的 那麼你可以將今天研討會的意見 分享給我們聽 那麼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了 好 姚醫生 其實剛才剛剛講起AXA 安性心理健康研究2024呢 裡面有差不多一半的人 有些人在經歷工作過勞 甚至去捐桌 那麼其實可不可以給一個definition 究竟什麼是叫做職業捐桌 還有是有些什麼症狀 是要特別去留意呢 OK 其實職業捐桌呢 就是英文就叫做burnout syndrome 那就是捐桌 那burnout syndrome呢 我覺得就比較是 這個意思就是呢 我就在燃燒自己 好像一個燃料那樣 那麼去到一個位置 我就燃到沒有了 那麼就吃了火 那麼職業捐桌 就是一個中文的翻譯 那麼其實這個呢 也是一個近年很時興的 流行的概念來的 可能這幾年 上網經常都會聽到人說 很多可能身邊的人都會提起 但是其實呢 它不只是這幾年才興起的 其實也是可能有幾十年前 一個美國的心理學家 首先提出的一個概念來的 那麼它剛才說很流行 流行到怎樣呢 甚至是連續有幾個病人 會走進去醫療 那麼它一坐下來就說 余醫生 我這樣這樣這樣 請問我是不是burnout了 他們自己都會這樣想 那其實是在說什麼呢 那它就是在說 當一個人 他面對一個很長期的工作壓力的情況之下 會出現一堆特徵 那麼當中是包括三種東西的 第一樣我們叫做exhaustion 就很難找到一個很好的翻譯 但是我自己想 我就覺得是根皮力重了 即是沒有力了 這裡說的是身體和心理 兩方面都是的 可能你會覺得 回工作再多一半了 還有兩個小時下班 頂不住了 不斷放了一張很累很累 放工覺得自己是行私走路地走回家 接著之後呢 路也是了 心理很累 完全不想再做這件事了 甚至就好像那個網絡圖片一樣說 你們讓我休息一下行不行啊 這樣 第二樣就是 對工作的心理距離增加 以及對工作產生一些厭惡感 心理距離增加好像很圓 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就是 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我想和它分開 那怎麼做呢 就是我想起上班 我已經不想想了 害怕了 去到公司樓下 腳踏遠的 吐一口氣才走上去 其他時候可能 那些電郵啊 WhatsApp啊 完全都不想打開 那做事的時候呢 可能我也是迫著做 但是我投入不了 我完全沒有辦法 是真的把我的心靈 把我的 passion 放在工作上 甚至有厭惡感 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做的事情 可能他們經常會說 我不知道我做來為什麼 究竟有什麼意義呢等等 那第三最簡單的就是 工作下落下降 就是可能我以前 做了兩個小時 今天做了八個小時 都還沒做完 那如果三樣東西都有齊的話 那我們就會說 你是有職業卷台 或者英文我們叫做 Brown Out Syndrome 那當然 除了剛才說的這些之外 很多時候他們會伴隨著 其他你可以想像到的問題 譬如你經常都很累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容易頭痛啊 情緒低落啊 睡得不好啊 身體恐怖的毛病啊 這些都是職業卷台的人 容易表現出來 出現的辦法來的 其實當中有一個特徵的 我覺得很多時候 會出現Brown Out的時候 就是他覺得 他投入了的努力 不能夠make up with他得到的收穫 就是所謂等價交換 他覺得不公平了 然後就會很容易出現這個Brown Out Syndrome 說到這裏 最簡單就是想 我一天踏十八個小時 但是就萬五元一個月 你聽到也覺得有點burn up 但是這裏說的收穫 不只是說錢的 可能是說職業為我帶來的一些滿足感 成就感 可能我幫不幫到人 學不學到東西等等 對他們來說都是收穫 很多時候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想自己評估一下 其實我是不是在經歷了Brown Out 其實要找些什麼science OK 剛才這樣說 譬如我們剛才聽完了 我們就自己有空去留意一下自己 有沒有剛才提過的那些想法 說放工很累的 可能對工作很厭惡 盡量不想理 甚至我都不想和同事偷通 諸如此類 另外如果有需要的話 其實可以上網都會找到一些職業卷台量表 那就自己做一下 它有很多個版本的 譬如我們比較常用 一個叫做馬斯拉的職業卷台量表 它自己都有幾個版本 因為其實不同的工種 它會有些特定的問題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的工作 我特別有空打工仔 那它就是一個很普通的版本 當然就不是說我去到多少分 我就等於有職業卷台不是這樣的 都是一個screening這樣的意思 譬如做了有些擔心我 那我可能值得找一個專業人士去看一下 那好了 知道了自己在經歷著 job burnout這件事 之後就應該怎麼做呢 OK 首先就講到這個job burnout 職業卷台 如果譬如我知道了 我發現自己有job burnout 那我們當然就要想辦法去解決 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不過當然要視乎當時的實際情況 第一件事我會提起的 我就覺得是self care 照顧好自己 這是很多人都忽略了的 因為就是上班很忙 然後也沒有時間照顧好自己 第二件事就是 剛才上面都有提到的 take a break 我覺得說得很好 就是休息 其實休息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就覺得 休息其實是一個很負面的事情 對吧? 譬如說好像 休息 首先你不會跟人說 我去休息一會兒好像很奇怪 那你通常會怎麼說呢? 我嗨啊 台語啊 廢啊 渣流灘啊 好像一些很負面的字眼 聽到的感覺 但是其實呢 休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譬如你猜一下 如果一個人 他從早上到晚 就是九點開始做 一直做做做 做到晚上九點 他都不停的 不休息的 還是另一個人 他可能呢 做了一陣子 他會休息一下 去泡杯水 跟同事吹一下水 你覺得誰的工作效率會高一點? 當然是泡了水那個 是啊 就這樣聽就好像很合理 但其實背後也有原因 因為其實當你聚精會神 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如果你連續做超過45分鐘之後 其實你的效率一定會下降 所以如果45分鐘 我給自己休息一下 其實我就已經 可能幫自己充電了 我又可以繼續 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會說 休息其實是為了一手更長的路 還有我記得我以前 是有些網站 是有個45分鐘的timers 或者幾十分鐘的timers productivity timer 是可以讓你知道 其實夠時候了 做了很多事情了 我們不如休息一下 泡杯水 其實以前的人吸煙 也是 就是看廣產片的 就是在樓下打火鍋 不然我們不鼓勵人吃煙 但是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減壓方法 但是是一個很好的減壓方法 我們不需要吃煙的 但是可以吸一下新鮮空氣 就是和同事吹一下水 都是一個減壓的方式 是的 是的 那就處理了 當然剛才說到職業卷台 其實很多人就會問 有什麼成因呢? 為什麼會有呢? 其實雖然有幾十年的研究 但是我們找不到一些很特定的成因 就是為什麼會有创壓呢? 但是我們說會有一些風險因素 例如個人的因素來說 我們發現女士會比較多 然後年輕的一輩 例如年輕的一輩 30多歲 可能他都是在事業搏殺期 因為現在60歲都是中年人 所以30多歲我們就叫做年輕人 這堆又是會比較容易出現職業卷台 還有高學歷的人士 可能因為他通常做的事都是比較重要 可能難度比較大的 容易會出現職業卷台 性格因素方面 其實可能一些比較容易焦慮 還有容易叫做完美主義者的話 都會比較容易出現職業卷台的情況 至於工作因素方面 例如你的工作是很長的工時 可能需要長期面對很大的壓力 或者經常受到一些人際關係上的挑戰 其實都會容易出現職業卷台 另外一個美國的調查 研究了原來有一些職業 是比較容易出現職業卷台的 例如說 通常是一些對人招呼人的行業 例如像我這樣做醫療相關的 或者是做一些教育相關的老師 校長 諸如此類 或者是一些社會工作相關 可能是社工 服務幹事等等的職業 可能因為剛才說到 其實他們可能很多時候 有很多額外付出 人家看不到 但是有時候你知道 做了很多事情 但未必會有什麼收穫 可以拿回 很容易他們都會出現職業卷台的問題 所以剛才說到 職業卷台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灌隨著的症狀 可能情緒不太好 慢慢睡覺 睡得不好 有些人就會說 那怎樣影響心理健康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 有些似的 你有時候會覺得這些症狀 正正就是我朋友 可能他有抑鬱症 類似其他這些症狀 那怎麼分呢 那首先要強調 其實職業卷台 它不是一個醫學的疾病 那就是說 其實在世界衛生組織 它頒布了一個叫做ICD-11 就是說 國際疾病分類 第十一個版本那裡 它就把它分類為一個叫做監察的類別 就是說 如果你有這些情況 你可能需要找一個專業人士幫忙 那樣 那所以說 其實它是同一個時間 如果你同時可以 剛才提到 drop and out的那些問題 同一時間 你如果都fulfill 一個diagnostic criteria 譬如有其他精神症狀疾病的話 你可能同時存在 甚至你可以說 當我有這個職業卷台 一個這麼明顯的壓力來源的話 可以想像 你出現一些 可能抑鬱症 焦慮症 驚恐症等等的 精神症狀疾病的機會 又會再提高了 那你經常見到這些case 可不可以舉一些實例呢? OK 其實我最近先看了一個 都真的 剛才不是說了很多風險因素 我看了這個 就好像很classical 不知道會不會以為我作出來的個案 那我看了一個女士來的 三十幾歲 剛才說 她是做老師的 她就是一間 Band 3的中學那裡做老師 本身的性格也是 很容易緊張 完美主義 從小到大都一定要做得最好 不能出錯的那種 她剛剛其實是有些困難的 這份工作之前 上一份工作做得不太開心 也都因為殺害了 被人解僱了 所以算是人生的一個低谷 剛剛好找到這份工作 她之前那間是一間Band 1的學校 所以她轉了過來 一間Band 3的學校 你想像會有很多事情 需要適應 她來到之後 她就覺得我一定要做得好 一定我需要 不可以再像之前那樣 可能被人解僱了 她覺得接受不了 於是她就很努力做 來到人手的問題 她的工作量很大 變成她可能教的班數很多 然後除了教班之外 她還拿到現在很流行的 一些SEN的學生 就是一些有特別的教學 照顧需要的學生 她說一人可能要拿到大約40個這些學生 那你可以想像 一間學校這些學生 很多時候會有些行為問題 很多說是在學校和人打架 甚至是打老師 其實這個工作環境也挺大壓力的 然後你處理她之後 你還要處理她的家長 等於你可能用了相配的時間 去處理這件事 然後那個家長 他不會很感受的 他可能跟著就投訴你 然後他就說 好像很典型的例子 他就有個很高壓的校長 那校長就會 如果老師一投訴 他就覺得 一定是你做得不好 然後又會怪罪下來 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孤陋版文 我之前沒有聽過 原來老師是有KPI的 你知道嗎 他就會說 你那班為什麼跟上學期比 平均分跌了五分 你是不是做錯了些什麼 然後 那些學生考得不好 他就會跟 他媽媽就會跟校長說 這個老師沒有教什麼什麼 那就糟糕了 他就要保護自己 然後學校就會弄了一個平均 他就要做一個額外的工作 他就說 我今天安排了一些什麼什麼 給他們做 那你又要做多一件事 就是為了帶頭盔 保護自己 整個感覺 整個環境是很不友善 不是很幫助那件事 也一直做起來 是很大壓力 工事很長 我不知道你想想想 你以前小時候 你理解老師是幾點下班的 我以為三點就下班了 是嗎 以前我學下三點半課學的 那三點四呢 通常有些慣犯的 三點四已經整理好 在擦車 準備搶站出門口 那他跟我說 他每天做到九點 鎖門那個人都走了 基本上他就要負責鎖門 差不多已經是 每天都是這樣 翌日又 你知道他們回家做的 那又來過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他基本上 他出現了剛才Burnow說的特徵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做的 每天都很累 沒了心機 什麼都做不到 很懷疑自己 懷疑自己 懷疑自己的工作 加上他本身也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再加上他效率降低之後 就做到九點 都是沒有做完他要做的事情 結果中間 剛才提到 不如take a break 結果他去了兩個禮拜旅行 確實是稍為好一點 但是原來他享受到很大 但回到來 那些事情都沒有改變過 所以又再出現了 所以我們也在談到很多其他的辦法 例如怎樣去談一下那個工作上面 有沒有什麼調適可以做 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改變 可以幫到這個情況 另外 他同一時間也患上了抑鬱症和焦慮症 所以我們也在用一些藥物治療 希望他的狀態幫到之後 即是互相 整個懷疑的情況 亦都可以互相有個幫助 另外 其實因為先生也一起進來看的 他就說他來我這裡之前 原來他也看了幾個抑鬱症 看了可能十幾次 每一次的先生都陪他 所以這段時候 先生請了很多假 很多心機時間都要照顧他 另外他可能都沒有力了 所以先生一個人 就處理了很多家務的事情 我看到先生其實他很擔心 也壓力也很大 那怎麼辦 我們說職業捲桌 一開始其實他是想說一個 工作帶來的壓力 但是後期其實我們引申到 不一定只是工作 例如你可能是一個全職媽媽 照顧小朋友 或者可能是一些病人 你是一個全職的照顧者 很多時候他們身上 都會出現一些burn out的情況 我們都要處理 那我也開始擔心 會不會這個先生的情況出現問題 又甚至密密疹疹疹 可能也影響了他們之間的關係 會多了爭執 所以除了對自己之外 對家人都會帶來一些影響 那真的是job burn out 是一件很不能忽視的心理狀態 除了自己要面對自己的工作量 工作性質有沒有興趣 同事之間的關係好不好 其實一間公司或者機構的工作環境 還有政策 都對一些staff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那其實我們看回AXA 安靜心理健康研究 2024裡面的statistics 它顯示到是有49%的打工仔 是不覺得公司是做到足夠關心 顧員的mental health 或者是完全沒有作出實際的行動 去幫助他們的 那如果說回真的經歷著job burn out的打工仔 其實只有一半人 是覺得公司是對公司做的reaction 是滿意的 那其實都已經告訴我們 是很有改善的空間 那究竟那些僱主呢 是可以offer一些什麼類型的support 給他們的員工呢 那數據顯示 其實很多人都想公司可以increase 他們的mental health care day 譬如每一個月給他們放半日假 當一個mental health care day 或者可以提供一些外部的資訊 或者一些外部的專家 好像Dr.Yu 給一些支援他們 那Dr.Yu 你又覺得其實 那些公司是怎麼可以支援一些心理健康 嗯 剛才提到了 我很刺激這個mental health care day 我現在就決定下午就不上班了 今天給自己處理一下mental health scene 一起 self care 是啊 沒錯 剛才說了 休息 我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 剛才說了 休息其實都還有分別的 短、中、長期的休息 這個正正就是一個休息很好的示範 mental health care day 剛才說了 每天我可能都需要一些休息 反而去提高自己的效率 另外就是 譬如需要的時候 可能需要真的頂不住了 我放一天假 那天我做些什麼 你可以什麼都不做 只是休息 或者就是你喜歡做些什麼 就做些什麼 很多時候做事 我們已經有很多行程要趕了 所以你休息那一天 我們建議就是 我們不要設定行程給自己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去到哪天就去哪裏 那就充電 回來再做過 另外再長期一些 可能剛才說了 需要去過旅行 一、兩個禮拜走開 完全離開那個環境 看看外地的風島人情 完全可以把心思離開工作 對嗎 那又是一個很好的休息的辦法 每個人需要多少不同的休息 各個狀況都不同的 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的方式 但是一般來說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打工仔 應該都是歡迎的 這個Mental Health Care Day 另外剛才提到就是 給一些專家的支援 這也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有些人可能 他自己不告訴別人 可能是麻煩 或者是一些經濟考慮 其實他可能需要的 但是他也沒有想著去找一些專家幫忙 但是因為很方便 公司就可以幫你專家 一個專家幫忙 及早發現 及早處理它 可能在事情很輕微的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處理它 那這個當然是很重要 那當然還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就是一個公司這樣的層面 我覺得第一樣 是一個文化來的 就是說我們讓人知道 我們的公司 有些人會這樣 我看到那個job description 都會寫明的 我們公司是 譬如是family oriented 我們注重一些健康的文化 整個形象 塑造出來的文化 都是這樣的 讓人知道 我們是重視這件事 然後我們也可以 譬如搞一些 譬如像今天 我們搞一些文化 搞一些工作科 讓大家去留意 知道支持這些 就是mental health 健康的文化 然後 我們可能會提倡一些 文化 就是為你有需要 可以隨時跟你的上司說 因為很多時候 上司就是 不是很平易近人的 是嗎? 是很冷冰冰的 不敢跟他說 但是如果形成了一個氣氛 就是大家有問題 其實應該是出聲的 大家很想覆蓋 他覺得舒服的 他可以跟你說 然後就可以及早去處理它 但是第二 他跟你說而已 但是那個management level的人 可能就需要一些訓練 譬如 因為我不是專家 你當然不是訓練到好像專家那樣 但是你大概知道 你要怎麼應對 有同事來找你 想你幫忙處理他情緒問題 或者他開始職業卷台 他現在處理不到現在的工作量 是嗎? 你懂不懂得怎麼處理 會不會反過來 跟你說完他更差了 更害怕了 是不是?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這樣的支援 另外就是可能一些 設施上高都有的 我看過一個客人 他很厲害的 之前就做過一間很大型的科網公司 那裡的設施是很厲害的 就是他就說在公司裡面 是有羽毛球場 有藍球場 有游泳池 有得做spa 打骨 而最重要的是 你是可以命徵言順 在working hours去預約的 那就是說 我今天心情很麻煩 我放一些東西 我先去做spa 回來 你想想想 不知道多想做事 在那裡 是嗎? 就是我都想做 那另外 我之前也在醫院做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有些設施 就是給病人做伏匡 所以可能那裡也有得打打打打籃球 打籃球 我們午餐時間 走去打長球 下午回來做事 又更加精力中倍 差足跌了 除了這些之外 當然了 剛才提到我們可以 給多一些 mental health benefit support 因為有自己說的 不好意思 但是始終真的 經濟負擔是大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 mental health的支援 support 給那些同事 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去找人幫忙 絕對是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我很喜歡你剛才提到 其實很多事情是很個人的 self care是很個人的 其實burn out也是很個人的 兩個人可以有同一個工作量 但是一個有burn out 一個是沒有的 當然 當然 嗯 嗯 其實我們今天說這麼多 mental health 是因為今天是world mental health day 接下來10月18號 就是世界更年期關懷日 world menopause day 我也想說回 其實經歷著更年期的女士 因為我們每個都會的 遲早都會的 是否會有更加多的工作壓力 會不會更加是有情緒的up and down 嗯 嗯 嗯 沒錯 可以這麼說 其實近年期 大家好像都聽過 但未必很清楚要解的是什麼 簡單來說 就是一些去到一定年紀 一些荷爾蒙的轉變 帶來一堆 無論是身體上 和精神狀態上 都會有一些徵狀的 整個過程 其實可以維持幾年的 一般來說可能是40多歲 至50歲這個情況 但是你說我30多歲可以嗎 很少但是可以 有沒有人說60多歲才來呢 也有的 好像每個人都會經歷的 但是當然程度會有一定的分別 但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這幾年我都有這些徵狀 其實也挺辛苦的 譬如包括有什麼呢 身體上的徵狀 當然當然 其實我會慢慢收經 然後可能我陰道的分泌會減少 覺得肝癌痕 然後可能會潮熱 覺得好像紅泡泡一樣 出很多汗 然後另外也可能會增加 骨質疏鬆的風險 還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也會有的 另外精神狀態方面 可能會容易失眠 心煩 太太口福的廣告 然後情緒低落 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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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等等的情緒都會出現的 所以可以想像是 再加上這個時候 如果他們還要面對很多工作壓力的話 可以想像他們的精神狀態 可能真的需要一些支援 但是他們怎樣可以表達出來呢? 因為很多我們女士 不是很敢在公司說 M度、更年期這些東西比較敏感 是 有些尷尬的 所以我們可以由公司的文化做起 譬如我們今天才說起 今天是多少日? 今天是10日 一個星期後就是 Romanopause Day 我們今天知道了 今天在場聽完的同事 就可以夜遮這個機會回家說 其實我也是有這個情況 我可能也需要幫忙 這個可能就會是我們發現到 或者可以開始提起 需要人幫忙的一個契機 所以公司的支援就有重要了 就是可以現在提一提 大家僱主可以八天後 記住跟員工提起 這個World Menopause Day 讓他們有一個awareness 有一個意識 有這件事情的發生 不過當然不要說每個女士都走過去問 你Menopause了嗎? 這樣不是太禮貌的 這樣講 好 的確僱主是一定要有一些特定的幫助 這群人去舒緩他們的壓力 和身心健康的 是的 好 那我們現在其實 從今天是Mental Health Day 因為我自己都是開Meditation Studio的 我也想介紹一些可能可以支援到一些工作壓力大的人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的Self Care 未必是有時間可以放假 未必是可以拿兩個星期假 但是如果你有五分鐘的話 其實都可以減到壓力 那我們是可以用一個最免費的方法 就是叫做呼吸 那我今天想教大家的就是一個叫做 Heart Coherence Breathing 那首先呢 其實我們 劉醫生 你合不合一切和我們示範 那我們坐直 其實那個Spin 是要直的 那當我們呼吸的時候 通常我們壓力大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大壓力 就是你跑步的時候 你的呼吸是很shallow的 如果我們想放鬆的話 就可以吸得 Deep Breathing 你幻想其實你的鼻孔在你的背部 在你的底骨這裡 你就可以敷入肚子那裡 我們一起 就其實已經放鬆了一點點了 那這個Heart Coherence Breathing 我們叫做365的Breathing 是可以每天做三次 每一分鐘是呼吸六次 就是五秒吸 五秒呼 跟著是做五分鐘 那如果你沒有時間 其實做一分鐘就已經很足夠的 但是我們是 吸 二 三 四 五 跟著呼 然後呼 二 三 四 五 整件事呢 其實是想Slow down自己的Breathing 是Slow down自己的節奏 那是拿到一個身心平衡的 因為很多時候姚醫生都提過 其實如果我們工作壓力大 其實有些現象是會在身體出現的 會很容易病啦 會很容易頭痛啦 那其實很多這些呼吸的東西是幫助舒緩我們身體的壓力的 那如果你做一天可以做到五分鐘呢 其實是可以很幫助大家啦 其實甚至我會很建議大家開會之前做這件事呢 那開會就會很順利的了 就是沒有人會發脾氣啦 沒有人會生氣啦 沒有人會覺得哎 為什麼老闆叫我做這麼多東西的 沒有人會覺得哎 很不開心 因為其實你去到一個homeostasis的setting 就是自己很平衡呢 其實你做什麼都會覺得 哎 很ok 我承受到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呢 是我們自己的baseline 如果已經是很stress的話 那就算可能你出去吃個飯 你出去七仔要排長龍 你自己都會覺得 哇 很煩啊 很煩啊 但是其實我們拿回一個心理平衡的時候呢 用一個呼吸 其實任何不需要是 5 in 5 out 4 in 4 out 8 in 8 out 任何的長時間的呼吸呢 是可以舒緩到壓力的 是啊 那我們現在 現在就做是嗎 可以啊 我們其實 大家可以在家裡嘗試一下 跟著給我們一些feedback 因為其實現在都要進入這個Q&A的環節啦 那進入Q&A環節之前呢 我們就想提一提大家 其實這個Q&A box裡面呢 是有一個問卷調查 可以有空去填一填上啦 那再提到別人可以用Emma by AXA的登記活動 Enroll events 去登記下一次的網絡研討會 或者甚至是其他活動呢 那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看看有什麼問題啊 我現在看著這個screen 那OK這個問題呢 就是覺得自己和身邊的人呢 都是在經歷著job burn out 職業捐台 但是呢 就改變不了其實這行的工作壓力的work load 根本就是這麼多 那如果是這樣就算放假回來 都是這麼多事情做 那其實怎樣去避免這個壓力的 還有可以做些什麼呢 嗯 是 那我想就接著剛才說的 我們有burn out 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處理呢 其實 那剛才提到一些 因為可能剛才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現在可以再詳細說一些的 剛才我一開始提到的是self care 那self care其實包括些什麼呢 剛才也沒有時間說 最簡單的 吃碗飯 你們每個人都應該要做的事情來的 喜歡吃什麼呢 吃得很好的 今天屋間很棒的 吃得很開心的整個體驗 睡一覺好的 睡覺就是一個很好去清理一些身體裡面的毒素 給自己休息 等於你的電話都要充電 這樣 玩 玩就更加是 很多人都需要的 我們做一些自己喜歡做開心的事情 就是最好去面對處理壓力的一些辦法 譬如可以玩些什麼呢 每個人都不同的 可能譬如你很健康 可能你是喜歡做運動的 行山啊 跑步啊 可能有些人喜歡做瑜伽 或者剛才我們做一些呼吸 或者做一些正觀訓練 等等都是大家自己去喜歡 覺得自己可以舒服 做一個很健康的事情 但是每個人都不同的 比如可能有些人喜歡下酒吧 和朋友喝兩杯 或者我們可能約一些朋友出來 唱卡 打球 吃飯 什麼都可以的 總之就是我們自己做了 覺得喜歡的東西就可以了 你呢? 你通常喜歡怎樣去處理你的壓力 其實我自己都挺有趣的 我是真的很熱愛的 我真的很喜歡呼吸的 就算我進來這裡 做這個Webinar之前 我在樓下 我過了旁邊 其實有個廟在這裡 我在裡面做些少許的 那你呢? 我也是喜歡 跟朋友一起 我就會拿到多些能量的 可能跟朋友一起玩 我們可能喜歡玩Bot Game 不是很健康 但我們可能喜歡玩Boker 就是很多這些 或者有些人可能喜歡開車 是吧? 開車都有一個好像很自由自在的感覺 我喜歡去邊就去邊 尤其是去了一些好像很偏僻 平時搭車很難去到的地方 就覺得好像很棒 很有屬於自己的私人空間 是吧? 那好了 講完Selfcare 剛才講休息 休息講了 一個短短長的休息 也是那句 休息不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休息是離走更長的路 是吧? 那好了 講完這些之後 就是講了工作上 我們怎麼處理呢? 因為工作有很多壓力 我覺得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我們要設定一些界線給自己 界線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無論是時間、空間各樣 就是界線的意思就是 我和工作要分開 有些人你看到他的樣子 你覺得他就等於他的工作 所謂Work-Life-Balance 原來他的意思就是 他Work等於Live 所以他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要分開 其實工作只是一部分 最簡單的是時間 如果我每天都在OT 做到凌晨一兩點 一定是有問題 那些時間應該是屬於我自己的 我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屬於給自己放鬆的事 應該是 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就算我不是經常在OT 也好 很多的情況就是 就算我下班 但是我永遠的人 是機不離身的 一定要查郵件 查郵件 查郵件 還有很多 我都在WhatsApp WeChat 總之一定有人在找你 然後 但是很多時候 當然你說 拍檔 我也緊張工作 還有一些急事 我一次處理當然是沒問題的 但是有些時候會出現這種情況 就是那個急 主要是你老闆覺得急 其實沒問題的 你星期一回去才做 都是一樣的 是不是 我們建議一些人 就是我們給一些時間 給自己 我們是遠離這個 就是電腦 遠離手機 遠離社交媒體 全部遠離的 就給一些 真的屬於自己放鬆的時間 可能不一定很多 但是有一個小時 已經覺得 有些叉叉電話 這樣的感覺 另外就是 除了時間 空間 空間也是 這個當然未必一定 每個人都能做到 但是 剛才也不知道有沒有提到 看空間 好像比較好 有些彈性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看空間 但是有些人很喜歡這樣的 我睡醒在床上 因為他想爭取 睡到最後一秒 那在床上 你知道吧 其實你穿什麼都可以 沒有人看到 或者你可能下面沒有穿褲 他可能還未刷牙 也沒有人聞到 然後他一睡醒 就在那裡吃東西 做東西 全部都是同一個地方 現在你的大腦有一個能力 就是把一個地方聯繫做一件事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譬如你睡覺也好 睡覺我就用來睡覺 不要在床上做其他事情 做事也是 譬如這個地方是做事的 我就做事 生活的 玩的 娛樂的 就做其他事情 如果我們將它全部混在一起 你的腦袋去到同一個地方 他就不會放鬆了 所以 對方風也好 但是你說 那是不是我家裡有四個房間才行 那是不一定的 最簡單 我在書桌上做事 只是做事 不做其他事情 又或者為我到樓下會所做事 是吧 都是一個辦法 我們叫做一個 就是 life space的 separation 就是把工作 和其他生活的空間分開 另外 就是你和你的工作中間 其實你自己有一些想法 譬如我這份工作 通常人們這樣 他對自己的profession 他有些執著 我應該是做這些事情 是吧 所以有個情況出現 如果我老闆要我做一些 本身不關我的事 我都不想做的 如果要我做 心情有點不好了 是吧 這又是關於那個界線的問題 是吧 當然要反過來 有人做了這些事情 你可能都會不開心 是吧 但是總之我們設定了界線 然後我們要溝通 就是說 如果發現了界線出問題 剛才說了 公司應該鼓勵你和老闆溝通 你可能和上司討論一下 我現在可能工作量也好 工事也好 工作量也好 有這些想法 是吧 可不可以聊一下 是吧 是一個辦法 第二 就是我們經常說 我們應該是work smart 沒有work hard 也要 但是不用那麼黑 主要是work smart 是吧 那怎麼做呢 因為有時候沒辦法 如果你說你那行本身 就是很多事情要做的 是吧 有時候是這樣的 有些事情就是 沒可能全部事情都做好了 是吧 所以我們prioritize一些事情 就是說 那事情是重要的 全部高層 老闆看得到足 是吧 努力點做 沒有辦法了 有些事情其實沒有那麼多人看到的 可能只是自己知道而已 自己沒有那麼滿意而已 沒有辦法了 我們用少少力完成了它 讓自己有一個平衡 就是知道有些重要的事情我取得盡了 有些地方我可以休息的 那我依然完成了我的工作 就是我可以比較做到一個平衡 另外很多人關於這個work smart 就是他很喜歡設定一些的 你有沒有的 有的 你也有的 是吧 有to do list的問題是什麼呢 當你如果看到to do list很長 壓力很大 所以如果我們一定要設置 to do list 最多不要多個出現東西 一個人是不應該同一時間做出現東西的 是反人類罪行來的 所以我們就 就個出現東西 就是這麼多 而且寫的東西我們都有技巧 我們不可以寫那些很空閒 或者很高難度的東西 比如你不可以寫說 我今天就做完一個project 是吧 沒有可能這樣 將那些東西斬細細件 然後是 achievable的 那我每天看到自己做完 擦了它是有些滿足感的 覺得可以的 我完成了一些東西 是吧 是吧 變成了你就可以用這些辦法去處理了一些工作 但是當然了 去到最後 什麼都做完了 休息了 我做了 設了界線 嘗試用一些新的方式去處理工作 之後 如果我覺得都是work的 那可能真的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因為你 只是這間公司的一部分而已 不應該所有的都是你什麼的 那就是說 可能我們要溝通了 是不是有人可以幫忙呢 上司、老闆、同事 我搞不定 你們有沒有人可以幫我 或者有個情況就是 可能舉個例子 我是一個specialist 一件事 但是因為那個架構的問題 所以我做了很多其他垃圾事 是不是 那可能你要考慮就是 會不會請一個人幫忙 去處理那些垃圾事 把我的focus 放在我應該專注做的那些事情那裡 好 那一期工作壓力很大 有時候就是這樣 剛才我講過個個案子的時候 我忘了說 他同一時間還在讀書 所以就是說 在修九點之後還在讀書 所以壓力更加大 根本完全停不了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可能有些人的那份工 是最近忙一些的 季節性等等 也有 譬如有人做accountant 總會不知道哪個月底 一定會知道 所以忙一些 那時候我們不要讓自己 在生活上 還要處理其他太多事情了 例如舉個例子 可能我不要搞買樓 投資 學習 學習 考試等等 我們放在那邊 讓自己一樣一樣來 好像一次不要做太多事情 壓垮了自己 那當然到最後了 如果調色過真的不行 我不是鼓勵大家這樣做 但是真的有必要 可能要考慮 是不是要轉個環境呢 就是是不是根本 我沒有辦法 真的再在這裡處理呢 還有然後 其實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需要 及早找專業人士幫忙 因為剛才說到 就是同一句 其實跟一些精神情緒疾病 都是很容易有相關的 會不會 其實已經我是一些 初發的精神情緒疾病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呢 如果我及早處理了它 可能對我自己的狀態 再加上對我的工作 都是會有利的 可能已經是一早就好很多 我們其實可以每個人都試一下 因為我都聽到 雖然我不是在經歷職業卷台 我都覺得其實有些 tips 是挺好的 就算我自己那時候 是由一個corporate job 轉去自己work from home 自己的公司 其實我都要設很多boundaries 譬如晚上不要回Whatsapp 就算客人在晚上10點Whatsapp 你看到代表你一定要回答的 其實設定這些boundaries 是真的很健康的 好,那我們再看回第二條問題 都是給Dr.Yu 我即使放假的時候 都覺得很疲倦 其實是沒有什麼動力 那是不是都是屬於job burnout的表現呢? 那怎樣可以改善到這件事情呢? 如果看看你說放假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是剛才這麼說的 我一個星期會上六天 那六天我都花15個小時的 那根本不夠睡的,是不是? 其實不要以為只是欠錢才是債 睡眠也有債務 因為我六天都不夠睡 所以我那天很累 我要睡一整天 可能不一定代表什麼問題 但如果出現一個情況 譬如我舉個例子 我放一兩星期假 我做一些平時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已經是很累的 沒有動力,沒有心機 甚至其實我是開心不到的 或者甚至你可能出現很多其他的負面思想 可能覺得自己很沒用 覺得沒有人能幫到我 甚至可能會有傷害自己 輕生等等的念頭 那可能就不只是作弊很簡單 可能就更加需要迫切 要早點找出人事幫忙 會不會是一些精神情緒的疾病 需要及早去治療和處理呢? 就是這樣 OK 第三條問題是問我的 是關於meditation 關於冥想的 就想問是self meditation會好些 還是group meditation會好些 去針對stress 和in general的well being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好像愛情沒有分對錯 其實meditation沒有分對錯的 如果你肯踏出第一步去做meditation 你是其實已經贏了的 很多人如果覺得 哎呀 其實我們做meditation的時候 覺得 哎呀 腦子還在想很多東西 那我會建議 如果你可以去一個group meditation class 是挺好的 因為有個人在這裡跟你說說話 跟你講解其實 meditation是怎樣做法 可以有一點guidance 那是會挺好的 如果你是已經是很懂得去quiet your mind的話 你自己打作的話 都是很有幫助 或者其實現在有很多free的meditation apps 比如insight timer裡面 是有很多不同的meditation的老師 都會upload一些不同的 不同style的meditation 因為每個人的meditation style是不同的 不代表你一定要是自己存在靜個心 其實你可以meditation 聽歌也可以屬於一個meditation 你聽歌自己在家裡跳舞 除了衣服在房間裡跳舞 都是屬於一個meditation 如果你喜歡插花 你在這裡插花 其實都是當一個mindfulness 都是當一個meditation來的 那其實meditation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就是好像做運動 做瑜伽 你可以做heat training 你可以做不同的方式的運動 為了你的身體的健康 那其實心理健康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可以找到自己的style 自己喜歡的老師是最好的 因為你找到自己最喜歡的老師 或者自己最喜歡的apps 或者自己最喜歡的style 你就有這個動力去continue去做 那其實continue做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meditation 有時候人們會覺得 我壓力大的時候才開始做 或者我很stress 我很upset 我很不開心的時候 通常我的session 很多人是 今天我覺得壓力很大 我就想過來做個session 但是其實是prevention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其實如果你天天有這個習慣去做meditation 譬如如果你work from home 好像Dr. You說 其實一起來就在床上 玩電話 在那裡回覆一些email 回覆一些message的話 其實是沒有了那個boundary 或者你可以試一下 早上起床 其實你還沒查之前 你上youtube或者上insight timer download一個meditation 所以如果能播出來 就會其實都可以 嘗試去開始這個meditation 的practice 是的 即是不要浪急好佛腳 是的 不要想著一來做一件事 然後康復 應該就不是這樣 是的 那Dr. You其實你自己有沒有做過meditation的practice 我也少一些 但是我剛才跟著你做 都已經是往一量多了 但我剛才聽你說的很有趣 你說原來我聽歌 我都可以是有做meditation 這個我有沒有聽過 是的 因為其實meditation 很多人都在其實很注重方式的format 但是其實meditation不是一個format meditation 我們做meditation 是為了有一個意識的 是有一個意識 其實今天我正經歷的是job burn out 還是我是自己家裡有些事不開心 所以就令到我覺得壓力更加大 但是其實我是不喜歡我的份工 其實意識是很重要的 我想你都應該是和你的patients都聊過 其實根本今天的壓力很大 是有什麼原因呢 所以我們的Good meditation session 我們永遠開始那個session之前 我們就會做一個mental track in 今天How do you feel? 還有How do you want to feel? 那未必一定是覺得 我今天很不開心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接受 我現在是覺得很不開心 不要緊的 遲些有一天我會開心的 做人不一定是天天都開心 其實我們是有意識 I can get through this 有意識知道 然後其實我可以繼續去 如何去舒緩我自己的壓力 我有個意識 其實今天真的很不開心 我真的要找到他要 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 是的 接受有時候就是 不是每天都是過得這麼好 是的 明天也是新的一天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條問題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都經常說起 其實公司是要有些policy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僱主或者高層都有一個 可以說一個責任或者一個role 是去舒緩一些junior staff的mental health 但是其實最高層的CEO通常都是最大壓力的 他們其實很多時候是不太懂得去找一些support的 那你要有什麼suggestion呢? OK 當然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with some responsibility 所以很高層的人 可能他真的有很多其他的壓力會出現的 但是我想這樣說 無論去到幾公層都好 我們都要知道自己只是一個人 我們都有自己的需要 不是說等於我是因為我責任多了 或者我的職位高了 我只能夠博殺 只能夠做事不可以照顧自己 完全不會有這件事的 反而其實我們都會看到很多 所謂高層或者企家的client 其實你可以想像他們壓力很大 去到真的爆煲的時候 可能出現一些精神情緒問題的時候 可能病徵都會很嚴重 可能要處理很久 甚至變了很長的時間 需要休息 做不到他原本的工作 這些其實你想想 真的發生的時候 其實比起我今天休息一下 不要搶到那麼盡 更加划算 如果我給自己一把鍋之後 就真的會出現一個情況 我完全做不到 我完全做不到 原本我正在做的事情 而且很多時候 可能他們是有一個想法 他們會覺得 我最厲害 最大 沒有了我不行 但很多時候 這麼大的公司 沒有說沒有了誰不行 一定會運作的 所以我們接受給自己知道 有時候我不行 我不是休息 我每一個人都會有不行的時候 然後到真的做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是做回 我們剛才說過 無論你是什麼程度 其實你也是有屬於自己的 休息的方法 屬於自己的減壓方法 可以prioritize到自己的工作 可以有一些走斬的空間 你也這麼說 就算去到最高級 你也需要有一些人跟你商量 可能CEO上面還有一個主席 然後你也可以跟他說 我真的不行 然後他也會體諒你 他也可以幫助你如何處理 中間出現的一些職業眷害 或者相關的情緒問題 就是這樣 會不會太 就是很高層的那些 真的覺得其實 cannot show weakness 不可以失去那些員工看 如果這樣說 怎麼說 當然我想每個人的性格 都有些不同的 但是很普通的 你也可以想像到 做到很高層 我都會有一點點 就是剛才說的 有些原理主義的特質 這些都是一些 一直以來令到他 能夠一步一步爬上高位的特質 所以如果他覺得 不可以出病看 當然可能是一些 常見的事情 但是這樣說 其實這個確實也是一個 不健康的想法 其實不要說高層 可能每個人都會覺得 不可以出現一個弱性的 其實可能都是一個 比較社會上的現象 我們可以去接受 我剛剛看到好像更多了一條問題 是不是 這個上面 剛才上面那個 是不是這個 這個團隊的 其實怎樣可以處理一個團隊內工作捐台的現象 以及怎樣去發現 怎樣去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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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團隊的工作捐台 我估計你用團隊這個字 我相信不是一個 很多人的團隊 如果你說 我樓下有1000人 你可能很困難 但是說可能 我是一個團隊的管理 我可能有一些同事 我相信第一 就很依靠你們平時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 有沒有平時有了解我的同事 他平常的狀態究竟是怎樣的呢 好了 當我對他一定了解的 當相處的時候 我可能會發現 有些不妥當 比如舉個例子 剛才說 一起吃飯 去Panji吹水的時候 可能你看到他說起來 壓力很大 或者對工作產生很有厭惡感 或者他的樣子 或者他表現出來很累 這是剛才我們說的 一些職業捐台的跡象 另外可能就是 他除了說之外 可能你會留意到 他平時工作的狀況 又是一樣 效率降低 平時是一個很緊張 很盡責的員工 但是可能他就 已經錯過了幾次 或者是交行課 或者開會的時候 油雲 喊他喊幾次 他都聽不到 諸如此類 又很累 說你睡得不好 甚至可能和同事關係都差了 有爭執 有爭執說起關於工作的事情 這些可能就是我們要留意 工作捐台可能會出現的情況 至於我們怎樣去幫他 當然剛才這樣說 我們自己的團隊 剛才說這個公司會有一些文化 我們自己的團隊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團隊的文化 團隊的 比如可能你也會聽到 有些同事說 我在這個團隊做得不太開心 我看到旁邊的團隊的人做得很開心 的 Moral 很好 是嗎? 那麼我們建立一個 又是注重 Mental Well-being 的 Moral 的 Spirit 注重一個 和人共同 注重速度 有問題出聲 互相Cover 讓人覺得我們很安全 在這裡 我們互相有支援的 一個工作的環境 另外就是 可能設施的 剛才唯有再高層一點 就是整個公司的層面去處理 但是可能我們 除了剛才說 你可能也幫不了他太多 一些金錢上的reward 但是可能 其實他不只是想要這些 可能你會不會有東西 幫到他 例如一些晉升的機會 可能一些學習的機會 可能一些工作上的滿足感 然後就是我們去 appreciate我們同事做事 辛苦 勤力 或者是去欣賞 或者去幫助 去理解 接受他們的價值 都是一些令到他們 在工作上 可以找到滿足感 好像有些能量 可以繼續做下去的一些辦法 當然最終就是 大家是朋友的 做得開心的 也是一個reward來的 也是一個令到大家可以幫助 處理工作拳台的問題 另外最簡單就是 他真的搞不定的 我是不是可以 比較flexible 我容許他一些flexible 的working hours 容許他一些的休息 甚至他可能跟你說 我要休息一個星期 甚至一個月 然後我把他的工作 幫助他度過這個難關 回來繼續大家一起去處理這個難題 那其實身為僱主 怎樣可以 推廣自己僱員的 mental well-being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香港的工作環境 都是很high stress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 身為一個僱主 幫助一些員工呢 好的 說到這裡 我剛才一開始說 我不太記得數字 因為那個大型的調查 就是全世界和香港 是的 我也有點興趣 就是香港是否真的 那個數字會比較多 就是香港的環境 很多人 我想這樣說 你問一些外籍人士 其他地方人士 他們一提到香港 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那些人做事很勤力 就是生活很急速的 他可能會跟你說 譬如地鐵很擠迫 那些人走路很快 通常就是那些外籍人士 來到香港很不習慣的事情 所以確實的 香港就是一個特別高壓的環境 所以跟剛才說一樣 我們怎樣可以 在文化那裡入手 就是我們可能 盡量給大家 去測試一點點的 我們有一個 比較輕鬆的環境 我們掌重一些 人生的健康 掌重一個 生活生活平衡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們依然 可以去達到一些成績 對嗎 然後更加是 當你做了那個團隊 做大了 發現原來這樣也有效的 那就更加向其他人知道 我不一定要 我們是要掌重 或者以前看電視劇 那些什麼 一起上天台 跳舞叫很好才行 我們可能用一些 健康得來 有輕鬆 也都是注重一個 人生病的狀況之下 都可以 成立到我們的任務 好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我再次提一提大家 其實 右邊是有一個Q&A box 可以填我們的問卷調查 那裡面都好像有一個 HealthWorks的Coupon 是多謝大家的 那也都多謝姚醫生 今天的分享 很豐富的sharing 再多謝大家 參加我們的網絡研討會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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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